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2年的6月13号 星期一上午 6月13号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挺特殊的日子 是需要记住的 就是2014年的6月13号 这个晚上 我被通知呢 批准逮捕了 这个时候呢 距离我被刑事拘留 已经有大概三十七八天的样子 已经有三十七八天的样子 那也就是说呢 到八年前的今天 我是被正式批准逮捕的 虽然说我的这个案件 当时影响也还算比较大 但是对我的这个案件的批捕的速度 比唐山呢 这个刷卡店打人的这几位的 批捕的速度要慢很多 那么他们呢 我昨天发现呢 他们已经被批捕了 也不断的有人说呢 希望讲讲这块的事情 唐山的这个事怎么看 我抽个时间再讲吧 应该或这一两天 我就会争取讲一段 不一定会讲太长 也未必呢 涉及到刑法专业上的事情 事呢由公安去办吧 反正总之呢 各种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我们接着呢 这个听老普读书 我还是接着读呢 这个刑者私之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2015年出版的增订版 第一版呢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 大概是2014年 大概是2014年出版的 前面呢 我们讲了一共总共20段 现在呢 我们应该算是讲 第21段 21段呢 进入到第11章 第11章的题目呢 叫一个事务主义者的 绿协八年 这个是呢 改革开放以后呢 张思思先生在绿协工作 筹办呢 这个北京绿协 中国绿协 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个呢 我也准备呢 把它分为上下两段 上下两个部分 因为呢 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太长了 这样的话 估计也得25、6分钟 30分钟左右 现在呢 这个第11章 一个事务主义者的 绿协八年 归去来西 这是第一节的题目 1979年下 我被封闭在北京师范大学 月评高考试卷 那时候 评卷可不像现在 都是手工试卷 还没有评完 学校突然派人来找我 说市委通知 让我明天上午9点 去开会 我跟市委没关系 找我开什么会 对方说 学校也不知道什么事 上头保密 咱必须去 我当时刚恢复党籍 得有组织观念 去了 会议由市委书记 李立功主持 后来他调到山西 当第一书记去了 他宣布开会后 我们就 他宣布开会后 就开文建山 说市委决定 审判五大学生领袖 研究了分工 现在宣布名单 念到韩爱经 审判员是张思枝 书记员的名字 我没记住 我大惊 散会后 立刻找到法院带队的人 说你们定错了 我离开法院二十年了 哪里会审案子 他说五大领袖中 韩最不好对付 经过反复研究 才挑的女人 这个决定恐怕不能变 我说谁决定 我都不敢 宫外边五大领袖呢 是聂元子 聂元子 韩爱经 谭后兰 王大斌 还有清华的快大富 这是当时的 红卫兵五大领袖 他们被刘少奇 邓小平的工作组压制 在1966年那个时候 后来毛主席回来 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 把刘邓打倒或者靠边站 然后支持造反派 于是他们拥护毛主席 然后一开始的 文革的运动 造反派是他们领导的 很快呢 这个清查五一六分子 还是清查什么呀 总之呢造反派呢 就被打下去了 因为毛泽东出卖了他们 所有的人 无一例外呢 都被隔离审查 或者是积压 到这个 粉碎三十帮以后 才重新的进行审判 这个时候呢 已经过去了 十年 他们在监狱里面 已经待了十年 但是呢没有这个判决 也没有审判 最后呢 这些人大多数 被判了十几年以上的重刑 现在呢我接着读 当时的高级法院院长 已换成薛光华 就是沈孙淑田 案子的前门区法院那位院长 跟我关系也不错 他说政策你还得支持吧 你必须归队这一条 谁也改不了 我说归队也不归法院 这不是冲他 而是冲法院这个伤心之地 伤心的已达深恶痛觉 薛说我能理解 实在不愿意回来 寒暗另找人 市委的工作我们去做 但你得回律协 57年你是从那儿走的 当时司法局还没恢复 律协不但归法院管 还在法院大楼里办公 办公室的编号是509 那时一说509 就都知道是指律协 当时归队的人都愿意回法院 因为两家的地位不一样 律协的干部 一般都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法院干部都是政治上可靠的 可我偏偏宁回律协 也不去法院 人们都挺惊讶 现在我真庆幸当年的选择 要是回法院也会是贪官 搞腐败 除非不跟他们一块混 不一块混你就得滚 所以我觉得这一步棋 走的还算高 周玉玺这个老同志 当时主持律协工作 他非常好 说咱们一块干吧 我年纪大了 你帮帮我 这个我觉得张思之先生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他回律师 律协呢 应该说没有进法院 他自己讲呢 给他自己免除了当贪官的风险 也省得跟人家不一起混 混不到一起呢 被轰走的这样的一种尴尬 那么随后来讲呢 这个张思之先生 在律协和律师这个位置上 发挥了他非常好的作用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一直为人所敬仰 实际上就我来讲呢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不入党 是吧 这个毕业的时候呢 决定了坚决不进体制 不进不做公务员 不进入不同政 那么想教教书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也很好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没有拿过体制内的任何的好处 也没有利用这一个位置去谋求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你把自己这个阻隔在这个位置之外 是吧 这个应当说呢 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虽然说 无权无势 无势一身轻 是吧 无关一身轻 设想一下 如果说也到公安局 到法院 或者是到什么机构 混个一官半职 我觉得 以我这样的一个性格 就算再乖巧 混到个副科级 科级副处级 也就得滚蛋 是吧 要么 要么 恐怕就出事了 因为你既不得不随波逐流 同流合污 同时你有多少有点性格 你说不倒霉 谁倒霉 你不倒霉 谁倒霉 回到绿邪 第一步是广州干部 先把离散的人找回来 你想 历经二十多年的政治风雨 人的变动极大 收拢队伍成了难题 于是 广开财路 寻找新人 在这个过程中 有件事每次想起都不免心声恐怖 人民大学法律 1954年毕业生梁传言 毕业分配到焦化厂当工人 后来当了技术员 他是我国立六中初中的学长 比我高一届 周老双 他说这人想来绿邪 他是你同学 你去看看档案吧 我从不看人历史档案 这次不好回局 我到那一看就惊呆了 梁传言在中学时就是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 党的同行者 这一层我当年就有印象 可没料到 在人民大学上学时 搞运动 有人写了封检举信 实际上就是那张小纸条 跟手机差不多大小 上面写了几个字 梁传言有特务嫌疑 梁传言有特务嫌疑 既没盖章签字 也从来没人审查 只是把那张小纸条 贴在一张公文纸上 成为正式档案的一部分存卷了 当然也没做结论 于是这个小纸条 在档案里跟了他一辈子 一辈子特嫌 那年头特嫌哪个单位敢要 一个法律系毕业的学生 就这样在工厂里窝着 一辈子一辈子特嫌 就串了一行啊 哪个单位敢要 一个法律系毕业的学生 就这样在工厂里窝着 这类不伦不类的人事制度 产生的不三不四的档案 真他妈的害人 一个小纸条 就能把人害上一辈子 我看了档案找到他 他说我知道你在绿邪 我不愿意找你 让人说拉扯关系 我告诉他 今天是绿邪组织让我来的 欢迎你去 他说在工厂里这些年 累得够像 最近查出肺部有毛病 医生让休息一个月 我想休息一阵再去报道 养好点以后加进工作 一个月后我去看他 竟确诊为肺癌 我说你安心养病 编制给你留着 他挺高兴 可不到三个月 人就走了 他可是人民大学科班出身的 我们就特别看重他的这个科班 这个人才多么可惜 这样的人事制度真可恶啊 我这地方插一句呢 六四以后呢 应该说呢 各个学校呢 都有这个全员的清查 那么很多的 比如说政法大学呢 学校保护学生 那么很多同学的档案里面 都没有留任何东西 都被抽走了 或者说当时做结论呢 就做的是不明真相的群众 那么对我来讲呢 毕业研究生登记表上是有的 说我这个因动暴乱中的问题呢 被严重警告 被严重警告 我呢 其实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 人的这种履历呢 不能有两个版本 是吧 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也要求学校呢 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你不需要把这个东西给我抽走 你也抽不走 是吧 我非常珍惜这样的一段历史 我并不认为做错了什么 至少在当时 不认为做错了什么 现在呢 需要反思 也不等于 当时就一无是处 每个人都年轻过 都要走自己的路 那么这样的一个档案 在我的这个 我的人事档案中间 就一直存着 当然了 现在这个档案可能更厚了 也更多了 但是无所谓 不是这个1957年到1979年 那样的一个时代 这样的一个档案中间的记载 害不了谁 是吧 反正呢 我又不想当官 他只不过是 耽搁了我当时分配工作 或者说呢 影响了我这个 及早的掉进学校 过一个相对安逸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没有能够做到这个 我记得走投无路呢 1995年呢 这个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随后呢 需要选择呢 去做律师职业 做律师职业 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前后 那个时候呢 我就找了一些北京律师那样的杂志 和中国律师的杂志来看 我记得我还到那个 现在是金融街那个位置 找到呢 北京律师和中国律师的这个 杂志的这种 这种办公室 我到那呢 把他们的 以往能有的核定本 其实我都买来了 都买来之后呢 来看 在那个上头就经常看见 张思枝先生写的文章 不管是辩护词啊 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还是代理词 还是一些东西 当时呢 这个这是90年代的 中期了 96年 95年 那个时候 这些呢 给了我很多的辅导 我就不知道这个张思枝先生 是谁 那个时候也没有百度 也没有跟谁问过 一直到呢 后来2003年 我已经做了律师之后 知道了 偶然的机会呢 这个大概是讨论 孙志刚事件吧 192003年 在天泽索 五塔斯的一个会上 一个双周论坛上 我见到 第一次见到张思枝先生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说到档案 我档案里有这样一条 想进来做律师职业 毕竟呢 有人说呢 会不会 这个档案呢 会影响我 律协会不会 不允许我来做律师 为这个呢 我就去找了这个江平先生 江先生说 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保险起见呢 我给你写个条子 给我写个条子 写给了谁了 给写给了 北京市律馆处的处长 吴文彦 他是政法大学79级的毕业生 79级的本科生 1979级 83年毕业 然后看见这个条子 也可能这事呢 当时的95年那个时候呢 根本不算个什么事情 是吧 这个 再加上有江先生的这个 首遇 那么吴处长呢 就非常痛快 说没问题 让他们去办就是了 于是呢 我就开始了这个 正式的这种律师职业 律师职业 这是 这是我的一件事情 是吧 这个感谢江先生 也感谢呢 吴处长 现在我的档案里呢 应该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份判决书 至少有一个判决结论 有一个吊销律师 职业证书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一个行政处罚 但是我不着急 我相信呢 会有机会 重新拿回来的 是吧 我还是会当律师的 我看了档案 找到他 他说 这样 这样的人事制度 真可恶啊 这个时候 司法局已经成立 律协 就从法院搬出来了 搬到南下坡 就是现在的雅宝路 与司法局一块办公 改由司法局领导 律协 筹委会会会长名义上还是陈首一 我负责业务承担着秘书长的职责 周老年事已高 基本上处于休息状态 1980年春天 司法局调来局长 开出司法局长没有正职 都是副的 新局长叫崔虎 部队转业 敢干 有两下子 工作作风 也有特点 三个月没在会上讲一句话 开会 只是听 不吭声 三个月后 安排人事 他带着人事处处长来律协 说党组决定 你是副会长兼秘书长 会长由局领导兼任 我对他说 我不是干会长的料 担任秘书长也许还合适 他说我们考察了你的历史 做会长没问题 就这样定了 1980年底 1980年底办两案 我的身份是律协副会长 就是这么来的 选举会长是后来的事 不久局里又派周奎正来律协 没正式任命职务 实际上也是负责人 他本来是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但崔虎来时带着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叫白长文 这位白主任特会来事 正开着会大门外的汽车喇叭一响 他就能判断出是崔虎的车子回来了 腾的一下站起 跑到大门口开门 亲迎一个拍马有数的人 我死也瞧不上 后来把他得罪了 那年组团访美 崔虎跟我商量 要带上白长文做秘书 说可以帮咱们整理材料 我说律师团出去访问 得先考虑业务干部 就为整裁的派他去 不大合适 硬是给否了 那时候出国是个大事 白长文没法去城 当然不舒服 言归正传 白来了 周怎么办 崔虎胸九成竹 说律师需要加强 让奎正到你那儿吧 我说好啊 我跟周感情挺好 他思想活跃 能力很强 我当然高兴 周本人也很乐意 后来我们一块去办两岸 他是江藤娇的律师 这是周奎正 再插一句呢 张思之先生的这些职务 这些技遇呢 看起来都是外界给他的 运气来了 谁都挡不住 官运呢 确实是非常好 这个不去法院去绿协 筹备绿协呢 让他摆给一副会长 要知道现在北京市一个区的副会长 律协 是吧 一个区的理事 常务理事 不知道要被多少人打破头 在我还做律师那个时候 选这个常务理事 我呢 这个好像是一个 我还不是律协代表 因为司法局有一个专门的政策呢 把我作为律协代表的机会 给排除掉了 本来是各个所可以推荐一到两名 根据人数 后来因为我们这个华语所在 那个时候推举了我当律协代表 于是司法局重新改了制度 规定呢 这个律协代表 必须得两个所都推荐 都推荐 所以当时呢 就决定了 就给大家互相互推 我推你 你推我是吧 我也推我 你也推你 这样不就都能当选了 然后采赖他们可能又有一个新的制度 总而言之呢 是我不能参加 但是我不能当律协代表 不能去投票 毕竟呢 我认识人多呢 认识我的人也多 那么我有一些同学朋友 比如大城所的呀 或者是什么其他一些所的这个同学呀 朋友啊 跟我关系不错的 就给我呢 发短信 说老婆 你不管怎么样 你帮我们的某某 跟谁谁谁打打招呼 那些人是代表 让他们呢 选我们的某某呢 或者是选我本人呢 当这个理事 或者常务理事 是吧 这种非组织性的拉票的行为呢 确实是非常非常多 而现在呢 想做一个会长 那实在是太难了 是吧 任何的律协会长 副会长的选举 都是由司法局来统一安排的 如果说 其他人想这样去做 想进行律协会长的直选 那你的这个后果 一定是设法 限制你的职业 和吊销你的律师执照 是吧 这个在最懂法的 这个律师这个层级 都不能真正的实现直选 然后说我们的基层民主 如何如何 这个我觉得就太太不要脸了 1980年春天 司法局调来局长 哦 这 下边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有了近20个律师 这就有了开展业务的基本条件 我们先搞法律咨询 在咨询中能代理的案子 就代理 该辩护的就接受委托 业务受市法律顾问处指导 他们经常请示汇报 我也会下去看看 去的最多的是通线 门头沟 几个郊区处 我就是一个业务干部 抓业务 抓业务比较下功夫 下区线 也只抓业务 律协 法律顾问处 所有对外的文书 稍微重要点的 差不多都经我手 我埋在文字堆里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 但我不后悔 我自始认为 作为律师 书面表达太重要了 我想到张世昭 他那么大的人物 那么大的学问 可是给陈独秀的辩护词 构不上精彩 毛病出在有欠推销 那篇文献作为传世之作 应当写得非常漂亮 不是说我有多高明 我只是觉得 多过几次手 多改几遍 是有必要的 百年以来 多少传世之作 又有几篇 出自中国律师呢 讲个笑话 有位从房管局调来的 师大中文系高材生 狗正华 来后也做律师 文字确实不错 律师业务还没入门 当事人怎么说 他怎么信 他写了个诉状 一万多字 非常得意 四肢 你看看 我写的这个 够细的 我一看 没用的话太多 拿起笔来 刷刷刷 砍的 剩下不到两千字 第二天 他拿走了 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说的话特别有趣 四肢 你修改 把胡子刮了 我没意见 现在把我的眉毛都刮了 是不是太过 让我太难看了 我大笑 说已经刮了 别心疼 以后再长吧 从这点上看 能看出我的工作作风 后来周老跟我讲 法院的人对你的说法太多了 有一条我有同感 咱俩都一样 事务主义 只抓业务 我说工作性质 就是这样啊 文字上的事情 不下点功夫 怎么能行呢 还要插一句 所以我刚刚入职 做律师的时候呢 在长安律师事务所 这个做保定的一个事情 是保定是公安局呢 抓那些 这个卖淫嫖娼的 这种行为 实际上呢 是农村里的那种 所谓暗昌 然后用抓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来勒索罚款 甚至呢 把一些 把一些女 妇女呢 抓起来之后呢 这种痛打 刑性逼供 让他呢 牵扯一些人 或者胡乱的指认一些人 然后把这些人再抓进去 然后再打 然后最终呢 再罚款 是这样的一种行刑 我记得在保定高碑店 那个当时接待我们的副局长 叫杨德志 这个人后来呢 也被判刑了 他们特别凶狠 那时候我写了一篇 写了一篇东西 现在看起来呢 那个东西就跟这位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师范大学中文系的 狗正华先生 所写的东西一样 大概写了 一千 一万来字 应该说写的 这个像报告文学 确实呢 不像是律师的文字 那时候完全没有入门 没过多久 出了一件事 当时有个人 有个名人张仲实 名气不小 他有案子 委托一位老律师代理 透过关系 拿着律师写的法律文书 找到崔虎 说请你看看 你们律师写的东西 狗屁不通 这拿得出去吗 崔让我查 这位老律师 是解放前 重庆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 文书写的的确差 崔说张仲实 拿到这个东西 会往外传 影响咱们的形象 我当然明白 这里 但这里 有个基础问题 不是马上能提高的 在这方面 多下点功夫 还是应该的 由此 也就戴上了 事物主义者的帽子 崔虎背后说 我不会做官 实质上 也是这种看法 他说的有道理 我确实 不是做官的料 律师业务起初 还是咨询偏多 往往涉及政策和历次运动的遗留问题 有件事挺有意思 给班禅落实政策 当初没收的财产都要归还 但有一笔十几万元存款的利息 没有交代 由于市经多年 积累起来 数额不小 班禅的小夫人 来问是否可以要 后来听说补给他了 活佛也是吃人间烟火的财主 这是我当年的想法 名义上搞了八年业务 但没办案子 没出厅 总之没有直接的实物经验 而今权衡利弊得失 还不能想的清清楚楚 说的明明白白 我不能不自省 自问是事物本身较紧 还是自身太余 或者兼而有之 我现在繁琐事物中 错过了很多大时间 理论务虚会那么重大的事情 我都没放在心上 只是耳闻一些情况 根本没工夫考虑 一些重要的刊物 比如读书也很少看 所以吸收的东西过少 现在来补 毕竟太晚了 理论务虚会是中共当时思想解放过程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一个重要的会议 读书杂志是那个时候创刊的一个很好的杂志 现在读书还有 现在读书还有 这些呢都是对于思想解放运动 冲破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左倾束缚有很大 很大作用的杂志 另外呢我们读到这儿呢 老爷子写的回忆录这种自传呢 他的口述呢 我基本上看不到自吹自擂的部分 而我们很多回忆录呢 简直完全不能看 是吧 你要看一些红军将领的回忆录 是吧 这个强渡大渡河 突破乌江 飞夺卢定桥 是吧 翻越夹金山 那都真是不得了 但实际上飞夺卢定桥 有没有飞夺这样的事 需不需要夺 对岸有没有守军 现在都成了问题 现在都在考证的过程中 到底谁说了瞎话 所以我觉得呢 看回忆录呢 每个人的回忆录呢 这种回忆录的问题本身呢 就有一个问题 他说自己好的时候 你不一定信 你要提高警惕 因为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的 对自己呢 要趋离避害 是吧 说好话多 说次的地方呢 要少 是吧 当他说自己不好的时候 说自己缺陷的时候 你呢 应当是往往可以信的 关键是老爷子 谦虚过分 是吧 他非常谦虚 其实他已经是 这个时代非常优秀的人 非常了不起的人 下一节是 办刊物 编案例 两案之后 我着手办两件事 一是创办北京律师杂志 二是编案例选 办杂志 是要把刊物 办成一个培训律师的基地 后来去办中国律师 也是基于这点考虑 我特别喜欢现在的律师文摘 就是孙国栋办的律师文摘 原因之一 正是他起了这种作用 为什么要编案例呢 当时的侧重点 还不在于总结工作 而是要指导 区县法律顾问处的业务 因为这是律师协会的 一项主要职责 我在这些方面 下的功夫 现在看来是过多了一些 说废寝忘食 也不算夸张 当时专门在办公室里 直了张床 就在那里 安营扎寨了 为了办刊物编案例 我先把两个老同志 调了过来 一个叫蒋维正 负责北京律师 一个叫朱金涛 负责案例选 这两个人的文字功夫很不错 在办刊物和编案例上立了大功 是我的主要倚靠 蒋兄还健在 朱兄前年去世了 律协冷冷的连个通知都没发 我因此没能去送他 我与他共甘苦多年日夜相处 怎么都没有让送他一程 北京律师创刊于1983年初下 原因因为人手不足 不敢定期 实际上是季刊 经费由司法局出 这一点司法局够意思 因为办杂志明摆着赔钱 编辑部设在律协研究室里 是研究室的一部分 研究室主任是潘世赵 蒋维正没有行政职务 只是负责北京律师 起初 北京律师只发北京律师的作品 后来感到面窄 就扩展到京城法律界 赵炳志那时还是大学生 经常投稿 这个年轻人勤奋 思想活跃 文字也还行 为了鼓励新人 发了他不少文章 赵如今已是知名的刑法学家 再后来又觉得光局现在 北京市也不太理想 何不把它扩展到室外 这样就把外地的稿件吸收进来 那时候一心只想把刊物办好 没有功利的考虑 那几年差不多每天 都是干12个小时以上 事情多时会干15个小时 有时有的时候也有苦的感受 至今记得有一天 人们都下班走了 我孤坐沙发 累得连碗面都不想煮 当时又没有条件 经常下小馆 从柜子里摸出一块干馒头 啃了起来 啃着啃着心生不平 难道这就是中国律师的生活 竟然掉了眼泪 但我又马上告诫自己 长个为个 为个人生活的倾苦而落泪 怎么这样没有出息 类似的思想波动 日后再也没有发生了 1987年 司法部立规 为律师定级 我有资格也够条件 定为一级 却必不参与 潘石照劝我说 即使一级律师只有一个名额 注定也是你的 为什么一定要走 他不了解我的心思 我的决心并非偶然的冲动 多少有了点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的说 我还想躲 当时许多人对评级争得厉害 有个区域上的年轻律师 专门找我诉苦 说凭什么把我评成四级 我不服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吗 我只能交底 区法律顾问处的事 区法律顾问处的人事问题 事理无权过问 此后才没有再找我 北京律师一创刊 上上下下反应都不错 咱北京律师不简单啊 还搞了这么个东西 王公匪人专门打电话 要刊物 最后还要加上一句 你得多写点 写了一定给我看 他当时在世人大常委会 当副主任 那时候搞个刊物 好像是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但不管怎么说 北京律师是全国办的比较早的专业刊物 好与不好总算起步了 在当时也许产生了鼓舞士气 提高业务水平的作用 我对编辑事物特别是文字工作的热衷 跟十八中国文老师傅庚先生有关 傅老师讲究文采 他的文字好美 对我影响大 我是个粗人 敢大刀佛斧 却不善于精雕细琢 但在文字上 如果条件允许 总想搞得细点 尽量简洁点 1983年 84年 在搜集各虚线资料和案例的基础上 北京绿协编了两本辩护案例选 第一级编了20个 第二级编了30个 两级在体力上没有区别 其中每一个案例不仅有案情介绍 法院判决 更有具体细致的分析 确实是用了心的 不敢说一流可以说是上品 作为案例选 编到那种水平 一方面是案例选的合适 另一方面是朱老夫子的文字漂亮 对问题的分析也到位 再加上我喜欢条毛病 反复修改 最后成书 命名为辩护案例 张老先生在绿协的 这一章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我的21段 就读完了 谢谢大家